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小节我们来看一下Monkey的监听和请求的处理的实现 我们在看一个服务器程序的时候呢 首先要找到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找到这几个比较重要的点以后 整个程序的框架也就基本上出来了 第一个点呢是服务在哪里监听的 第二个点是服务在哪里接收客户端的请求的 第三个呢是如何处理读写这些操作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两个比较重要的结构体 一个是配置结构体 一个是plugin API的结构体 然后呢我们再走读一下代码 还是先进入Monkey的主程序 程序启动以后首先会进行一个加载配置的操作 这个地方给config结构体分配的内存 然后调用config start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把config文件里边的值读进来 附到config结构体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读配置文件的操作 那么config结构体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config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主要定义了一些服务器的 一些比较重要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ServerFD 这个是它的Gentine Socket Worker Capacity呢是每个工作线程 接收的客户端连接数 MaxNode这个是最大服务器的最大负载 它是工作线程乘以Worker Capacity 所得出的一个值 Workers呢就是工作线程的数量 再往下面看 有ListenAddress 这个就是我们监听的地址 还有监听的端口 还有其他一些超市时间 比如说服务师傅保持的这些 配置读进来以后 我们进行几个初实化的操作 其中我们主要看一下 Plugin IIT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把 S 是把 这个函数是把共享库加载进来 共享库定义的一些 基本的或者说一些扩展的函数 加载进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Socket Server这个函数 凭直觉这个函数 它是创建一个监听的Socket 因为它传了两个参数 一个是端口 一个是地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它是调用这个全局变量 这个是一个全局变量 我建议大家装一个Source Insight 这个呢 这个Source Insight 它在代码不熟悉的时候 看代码非常方便 而且不同类型的变量和函数 它会用不同颜色标志出来 比如这地方 我看到它是一个紫色的 就可以说明它是一个全局变量 事实上 它的确是一个全局变量 这个地方 Server函数是调用的 这个全局变量结构体的一个Server函数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结构体 它是Network IO 这个结构体里边就定义了一些函数的指针 那么在调用这个函数之前 肯定在某一个地方 对这个函数 Server这个函数进行的复制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哪里复制的 这个复制操作是在Plugin的IIT这个函数里边 这个函数主要是把SO共享库 加载进来 并且把里边的函数地址读出来 附到我们的相应结构体里边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首先 它对这个API这个指 分配的内存 API是什么呢 API是Plugin API这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的话 就定义了很多基本的这种函数 或者说比较重要的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有HTTP的函数 有内存处理的函数 内存的分配 释放 还有字符串处理的函数 这一段 还有文件处理的函数 这一段 还有 比如说header 这个是HTTP头的处理函数 还有IOV的处理函数 还有一Pool的处理函数 还有Socket的处理函数 我们重点看这一块 Socket的处理函数 后面还有些其他处理函数 API这个结构体 分配内存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负了很多的值 它的有些变量 有些函数 都给它负了很多的值 负完值以后 调用了一个 Plugin Load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执行一个 So的加载 我们可以看到 打开了一个So 打开了共享库 加载进来以后 再往后走 调用了这个So的INIT函数 那么这个INIT函数 是哪里定义的呢 Monkey呢 它把一些基本的功能 或者说一些 扩展的功能 就是说可要可不要的功能 那么它写到 封筹到一些SO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网络 Socket的基本处理 它是封筹到这个文件 它是写到这个文件里边 然后编译成SO 编译成共享库 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边有Socket的 接收 写 读 那么这个Socket 是如何被加载进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服务器上运行代码 编译完成以后 编译完成以后 会有一个 配置的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下边 有一个配置文件 叫 Plugins 的load 这么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里边 就定义了 我们要加载哪些共享库 这个配置文件 第一个 第一个关键是 它是操作 第二个 是这个 共享库的路径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Socket的那个 共享库 就是这个 nala 这个库 那么我们在执行 初始化的时候 会把这个库 加载进来 加载进来以后 把这个共享库的函数 读出来 取得它函数的地址 附到结构体里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 它会调用 P的init P的iit 对于 Socket的函数 Socket的处理点来说 就是调用nala的 这个iit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 在哪里 加载进来的 这个地方 有个plugin的alloc 我们进来看一下 主要就是 加载 主要就是 读so的函数地址 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 再来看一个 看一个socket的 读函数 read 我们看一下 ioread 那么 它就是nala.c里边的 这个函数 实际上就是调用的 最底层的socket函数 read 把这些函数 读进来以后 我们再往后走 将这个指针 结构体返回 返回这个结构体P 然后我们就要用 这个P的init函数 这个init函数 就是把api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体 附给一个全局变量 再往下走 这个地方有个register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呢 就是 主要的功能就是 给这个netiomap 这个全局变量 复值 复到这个P的netio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server函数 实际上就是调用的 这个全局变量结构体的 server函数 那么经过这么 经过这么一看 一追踪的话 这个地方 netiomap的server函数 实际上就是 调用的 这个so的server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个地方主要是 创建一个socket 并且返回 socket创建好以后 中间一些过程 我们先忽略掉 继续往后走 这里有一个 server launchworks函数 这个函数主要就是 创建一破和工作现成 我们进去看一下 循环 循环创建 然后 调用launch3的函数 这个函数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就调用的 现成的创建函数 我们看一下 它回调函数 这个函数 给一个叫hander的 结构体复值 这个hander呢 它也是定义了 几个函数 那么给它读写 另接的关闭 给这个结构体复完值以后 我们再往下走 有一个 一破 init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进入到 一破的 等待事件 等待事件的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循环 一破等待 如果有读写事件发生 那么就调用相应的 hander的读或者写函数 这个hander的读写函数呢 是在这个地方进行复制的 那么实际上 我们就走到这个函数里边了 好 继续往下看 再回到主程序 线程 工作线程创建好以后 这个地方有一个 等待线程就绪的操作 我们先跳过 然后呢 就进入到整个服务的 循环监听 我们看到 传入一个监听 socket 这个地方 整个服务就进入 循环监听 循环监听 调用了一个socket的 accept accept函数 这个就是 接受一个请求 并且返回 accept 并且返回一个通信 socket 这个accept函数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 找过了 是在 liana的c里边 这个accept函数 它调用的还是socket的 accept函数 然后呢 返回一个通信 socket 循环监 这个地方 进入循环以后 返回一个通信的 socket 然后把这个socket 进行 进行一个注册 我们可以看到 add command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取一个 相对 负载比较轻的 线程出来 然后 把它注册到 一破事件里边 你看到这个地方是返回一个县程 返回一个工作县程 然后把这个工作县程呢 注册到我们的一破事件里边 看这个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注册 注册完成以后呢 那么 这个链接 就会被一破监听 直到有读写事件发生 有读写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会进入到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地方的函数 这个里边 那就调用socket的读写 然后进行数据的 读写操作 对 那么 一会儿 进行数据的 诗写事件发生 就会进行数据的